拿著不調 憤憤不憑呼喊口號 中綱府委會成員在立院陳情 就是因為不滿 中古人受片面拒絕 續約承保防疫保單 造成員工及眷屬權益受損 氣到不能再氣 原來中綱府委會去年 就與中國人受簽約防疫險 今年四月續約 十八號用印簽約送件 二十號中售抽信業務主管 也承諾生效沒問題 沒想到就在生效日前兩天 對方表示保單 四月二十八號已經停售 因此無效 中綱府委會表示 已經向金管會及金融消費 評議中心申訴 金管會認為雙方似乎溝通不良 立委聽譜下去 這樣消極的態度 如何來確保所有勞工 以及保護的權利 相關的資料 我們會給我們的評議委員 來做評議 那也希望說能夠來保護 保護到那個消費的權益 以上報告 評議中心回應也遭立委批有回答 跟沒回答一樣 另外中國人受則表示 這張保單本來就並非保證續保 也不會自動續保 但是只要這些會員或眷屬 如果真的有確診 真的有住院的話 中綱用慰問金的方式 還是給予這一筆的關懷慰慰問金 中綱強調一直都有在努力 但提出的方案都沒有被接受 立委也說 新華金管會能夠居中努力協調 在一個月內讓爭議落幕 雙方如何取得共識 還有得敲 TVBS新聞 張家寶 時雲廷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